本届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安全会议 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 两个国家 一个是德国在怼美国 另外就是中国在和美国进行较量 这里面我们来看 明报就说慕尼黑安全会议 中美就华为问题拼火 这里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强调华为设备的无害性 但是美国总是在说 危害其他国家的安全 完全是子虚无有 再来看就是杨洁篪呼吁 各方要放弃偏见 要有非零和的心态 另外也在批美国 在技术问题上总是没有自信 那么中国的技术 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霸权 这条消息还是在说华为 华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并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 但是从英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传来一定的好消息 比如你像金融时报就指出 英国认为华为的风险可控 比如代码的开放 比如维护的本地化 都可以解除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美国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国家安全利益 这条消息就是中方呼吁 美俄要重回中导条约 而不是多边的中导条约 而恰恰是美国说 把中国拉进去一块谈中导条约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德国也在说一个问题 说是不是中国也能够参与中导条约 中国当场就回绝 对不起 那是核财军 我并不应该参加 应该是美俄的事情 这是旺报和文汇报 这条消息 慕尼黑安全会议还是在说 大家所关注的就是 2018年的全球军费的支出 谁最多呢 美国欧洲担心 中国跟俄罗斯的军费不断地提升 其实他们应该考虑 美国已经突破了7000亿美元 应该关注的是谁 不言而喻 还有就是这家报纸就指出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种导弹的威胁 尤其是中程弹道的威胁 把欧洲拉入到新的警戒状态 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 这种导弹的威胁